美国红鱼曾被美国人吃到濒临灭绝 但在中国竟然犯了强灾 到底是咱们吃货握不住刀 还是美国的红鱼太飘 今天就和熊马哥探究一下 美国红鱼到底几斤几粮 美国红鱼又叫做眼斑泥尸手鱼 虽然在叫美国红鱼 但看起来并不怎么红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红鱼被美国吃货发现 因为它刺耳少入嫩 营养丰富 鱼的个头大 吃起来那就要一个爽 导致美国红鱼迅速霸占了美国人的餐桌 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 由于过度打捞油钓 美国红鱼一直在灭绝的边缘 反复试探 眼看这个物种就要嗝屁了 当地政府不得不下发保护政策 一人只能捕捞一条红鱼 而且鱼的体长还在46到68地位之间 所以那个时候 钓鱼爱好者都会随身携带一把尺子 鱼上钩首先量量有多长 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就放生 虽然这种方法 保护美国红鱼不被灭绝 但也不见它们怎么成长 所以2007年 美国开始在天然水域投放鱼苗 再加上人工培育 这才把美国红鱼 从灭绝现场拉了回来 因为美国红鱼为被帮 所以全球不少国家开始引进 从此 美国红鱼踏上了泛滥之旅 为什么美国红鱼在美国被吃到兵力灭绝 出了国就泛滥成灾呢 其实啊 这跟鱼自身属性有关 首先美国红鱼适应能力很强 不管是咸水淡水还是半咸水 它都可以生存 即使使用达到了两度 才能正常活动 所以啊 美国红鱼的活动范围极其之大 除此之外 红鱼的生长速度也很快 别的鱼还在幼年时期 美国红鱼就长到了成年期 别的鱼还在成长期 美国红鱼就长到了成熟期 如果环境失忆的话 一年时间就能从小鱼苗长到26000的大鱼 而且美国红鱼的繁殖速度也很惊人 一条50厘米的雌性鱼 换蓝量高达230万粒 而如期美国五大湖的亚洲鲤鱼中的鳞鱼 换蓝量最多也才80万粒而已 由此可见 一旦美国红鱼越狱了 不用几年时间就能形成大变种群 肯定对本土鱼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不幸的是 它的的确确越狱了 为什么美国红鱼会在我国繁殖成灾呢 早在上个世纪 我国就引进了美国红鱼 鱼门们把他们放在网乡中饲养 如果遇到了台风等恶劣天气 网乡就可能坏掉 乡中红鱼就会趁机越狱 而且有人在不懂红鱼的情况下 会把鱼苗放生 这些系列因素导致了美国红鱼迅速繁滥 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 这美国红鱼这么好吃还能繁滥 到底是红鱼飘了 还是咱们吃货握不住刀了 其实咱们吃的美国红鱼都是人工饲养 基本没有野生捕捞的 那么咱们到底养了多少 吃都吃不完 就马哥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是前几年的数据 平均每年生产也就六七万吨而已 而这么一点鱼 根本就不够咱们吃的吧 后来我随手查了一下鲤鱼的产量 瞬间就进了 烟产三百多文吨就这产量 完全把美国红鱼挤得没市场了 看来还是咱们国产鱼好吃 那话说回来 大家对泛滥承载的美国红鱼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呢